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呢,来介绍一下 Python导入的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的语法呢,是这样的 from,module,import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变量 比如说A,或者那些函数 都可以啊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实现 用from,import的这种方式 来导,来引入一下这样的一个 和C7这个模块下面的变量A 好,我们把之前代表给屏蔽掉 我们呢,来试一下from 那么正确的from,import的写法呢 就是fromT.C7 好,然后呢,importA 好,那么看似呢,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用整理整法 A,试一下啊 要注意啊,这里呢,由于呢,我是直接把一个变量 给引入进来了 所以说呢,这里呢,是不需要啊 再不需要再加上这个T.C7的啊 这个呢,就是我说我所说的啊 from呢,其实呢,是可以简化 这样的一个引入的形式的啊 好,然后我们这里呢,来运行一下C8 好 C8呢,成功的啊,打印出了啊 好,所以说呢,这个from import啊 单纯的用这个import最大的区别 还是在于把它们导入的这样的一个 呃,类型是不同的啊 import呢,它呢,导入的是模块 而我们from import呢,导入的就是一个具体的变量 那么因为我们导入的是具体的变量 我们就不需要啊,在这个变量的前面 再加上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空间了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直接啊,使用这个变量 好,那么啊,以上的示例是不是就说呢呢 我们的from import啊,import的后面就只能来 引入这样的一个变量或者是函数呢 我们思考一下啊,import后面可不可以引入模块呢 好,我们可以啊,实际亲自来尝试一下 我现在呢,在from的这里呢,只引入t啊,这样一个包 然后呢,我import的时候呢 我也不会去直接去import这样的一个变量a 而是呢,import啊,这样的一个模块c7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呢,print的时候呢 通过c7这个模块啊,来讨论A 并且呢,把它打拥出来 好,大家认为这样的一种形式可以吗 我们呢,用实际的运行结果来看一下啊 我刚刚呢,把这个vascode的界面 给调大了啊,因为呢,讲这个章节的时候呢 我觉得呢,左边的这个地方啊,看的更清楚一点呢 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啊,因为模块呢 很需要这样一个竖章结构来表示 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再来运行一下c8.py 好,它没有报锁,并且呢,成功的打拥出了A的这样的一个变量至2 好,所以说呢,大家呢,不要啊,被这个固定的思维所影响了啊 input后面呢,也是可以引入模块的啊 只不过你这样引入了之后啊,你为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种 input的引入方式嘛,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啊 因为呢,你还是需要啊,通过这样的一个 这个模块名,点变量名的方式,来访问这个变量啊 好,我们把这个代码给还原啊 我们还是保持from的最常见的一种啊,引入方式啊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来思考一个问题啊 呃,如果说我在c7啊,这个模块里面呢,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变量啊 那么我们啊,如果啊,比如说呢,有ABCDEFG啊,一直到最后啊,23个变量 那么我们要使用在另外一个模块,C8里面使用这个变量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啊,要from啊,把它全部导进来啊,要写23个行引入啊 好,那么pass呢,其实呢,也提供了一种机制啊,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看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c7这个模块里面啊 再定义两个这样一个变量啊,c等于3,然后d等于4啊 好,我们定义三个变量ACD,好,然后我们再回来 这个时候啊,我能不能通过啊,一次的from input把它导进来呢 可以啊,用信号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prentB,prentC 好,没有这个b啊 prentD啊 好,虽然它报错了,但是大家觉得它能不能打印出来呢 我们看一下啊 好,行不行,我们试一下就知道了 c8.ty 好,平衡形象啊,可以啊 243啊 ADC 三个变量的指数都被打印出来了 好,但是呢,我并不推荐啊,是过多的使用这个信号啊 呃,因为呢,这样的话呢,会使你的这个,语入呢,非常的不明确啊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呢,我们的这个link呢,会提示你啊 ADC你是没有定义的啊 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pass呢,它是解释型的语言啊 因为当前文件里面呢,你根本就没有出现ADC啊 所以说ADC这三个字母的变量呢,是凭空出现的啊 所以说呢,变异器呢,是会比你提示语法作物的 但是呢,实际上呢,它确实可以运行的啊 这个呢,是和很多变异型的语言是不太一样的啊 还是呢,是一种动态的语言 它确实呢,是可以执行的 好,那么我们说了啊,信号呢,是可以啊 一次性的把这个模块上面所有的变量或者是函数呢 通通的啊,导入进来啊 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编码过程中呢 我们不太可能啊,在引入的时候啊,需要全部的变量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啊,可以控制这个信号键的行为啊 让信号导入的时候呢,只导入我们所指定的这样一些变量呢 好,那么是有办法的啊 这个呢,需要使用到我们pass模块的一个特性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到C7文件这里 然后呢,在这个文件的开口部分啊 我们加入这样的一句代码 好 双下滑线 然后呢,再加上双下滑线 然后接着呢,我们给这个变量啊 是一个值 这个值呢,是一个啊,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呢,有多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代表着你要通过信号键所导出的这样一个元素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啊 B,E,两个啊 一个是A,一个是C 好,我们这个代码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C8里面 来运行一下这段代码看一下 好,我们呢,把这个代码先给它调整一下啊 我们把D调整到最后面 因为我们AC是引入的 只有D是没有被引入的啊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结构 好,我们发现啊 我们放大一点 2和3呢,正确的打印出来了啊 但是问题呢,是D啊 它其实我们没有被定义啊 好,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啊,我们在这个C7里面呢 第一啊,当我们使用信号键导入的时候啊 只导入AC两个变量啊 而D呢,是不会被导入进来的 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 当它尝试着去解析D的时候啊 就会忘记没有定义这个错误 好,那么关于啊 这样的一些双下法性O啊 这个呢,在Pathom的模块里面呢 是有好几个啊 这样的一种变量的定义的啊 并不仅仅是A2L2这一个啊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啊 像这样的一些变量呢 我们称为啊 模块的内置变量 或者是呢 叫做模块的内置属性 都可以啊 关于模块的这样的一些内置的变量呢 那我们呢 在后面呢 会系统的给大家讲解啊 这里呢 只不过呢 是因为我们刚好讲到新好的导入 所以说我们提前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详细的啊 向大家介绍的啊 FlyMPort 这样的一种导入 导入变量 或者是模块的方法啊 那么啊 关于这个 FlyMPort和Nipport 如何选取啊 这个呢 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啊 并没有说是有一个一定的规则啊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